全部都缺乘了 所以我就想非常想要回来 爱情细不好 我一个人也没有 好难啊 你应该不知道 好多人都想都回不来 有好多好多人的缺乘 反正我身边的 有小孩的 全部都缺乘了 所以我就想非常想要回来 船家都在发烧 呕吐 但是他们没人去 他也是能回来 看到那个新闻 做小孩不这样 那个好好担心 我丈夫在香港 我自己娘家的广西 所以你想自己现在的小孩 就回来避疫情 是啊 家人也是挺担心的 肯定担心的 换了谁都会担心的 是不是 哥哥都担心了 有三个小孩 大孩子女儿 有个最小的男孩 现在就是大儿子和女儿确诊了 确诊了 对 就等于说 你现在和小儿子 现在住在隔离酒店 但是大儿子和女儿 现在就是被送到隔离医院了 是落地的时候查出来的吗 对 出发前肯定是在香港也做了核酸 当时为什么没有查出来 香港我自己玩一样 就是周末酸的感染了 因为他们很久没有出过门 都是唯一的人出门的 但是唯一出门就是坐卧酸 跟坐飞机那两天 然后我们没有症状 在那边也没有症状 回来这边就有症状了 那个大儿子有一点点 出小小女儿有一点疤 我先跟酒店那边说 小孩不舒服 然后他就向我们提供那个证件 然后他也说那边有消息是阳性 你那可能是飞机上感染吗 飞机上感染 它落地就阳性了 也没有那么快吧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我也不懂啊 好担心啊 我带子好了 他说 他说像大妈一样 就烧了一下 然后努力他拼命喝水 他说喝多了 就吐了出来 然后他基本上昨天没烧 今天也没烧 但是就是 他说喉咙 还是人也不舒服 小女孩就是一点点烧 我都很担心了 我听他们说 收费很贵了 因为我们是自费的 我听他们说 我一个人隔离下来要一万多 等一下我们还有两个人了 哈哈哈哈 也不知道要多久 我们要买医保啊 没有买那边就要保啊 可能要搞好久才能陪自己老下去 他们说隔离酒店还要隔离二十多天 完了 我可能要放费 广币的话 可能要超过十万看什么 陪到九万 哈哈哈哈 真是好担心啊 想过方便的人很担心啊 昨天我小孩 他说他房间有一个三岁多 他不知道 他看像我女儿一样大 都在那里哭了一个晚上 哪一天也真的很哭 要是万一我 现在这个小孩子 跟我又去审了 又分开了 我就觉得完了 那小孩子我不肯定不行 对呀 到时候我进去了 他们又出来了 他们不会跟你一间房 那他们 他到时候要隔离二十一天 我到时候又回来隔离二十一天 我就完了 不是完了 等一下 回到我们广东那边 他肯定还要我们去外面隔离的 要好久好久了 我现在想的都非常害怕 可能可能要两个月才会真正 为了自己的虾 所以你们本来是目的是在广东 但是没有抢到那个 深圳的驿站 或者是珠海的名额对吧 都没有啊 全部到 那个那个给那个 给高枪也抢不到 我抢了好久好久 我大概在 六七五六号的时候就开始抢了 然后飞机票是14号买的 没有说新闻的 就是我认识都有确诊的 都是去不了医院的 那时候非常担心 所以就去不乱 什么样都想回去了 嗯 那您会后悔 就是来这边吗 来那边 如果这样我重新说一次 我肯定应该不会来 因为我这个人生 对不起说 我一个亲人也没有 我就跟 我这些情绪不好 我一个人也没有 嗯 没事没事 都会好的事 都可以二个来 明明 这不是很大的心智 我这个感觉 但是就是有点情绪了 因为我其实感觉 吃到都没有的 如果来这里重来 一定会好一点 其实感觉没有一对亲人在身边 所以 哎呀 都是我一个人 我好像现在 我家里很担心 我有什么事 我也不想说太多了 嗯嗯 然后说出来 他们太远了 他们也帮不上马 你还会担心香港的议题吗 担心我不会回去的 他他没有弄好 我一直搭在宝东这边的 上学的话是怎么办 我最后可以上网课啊 不能上内社堂 我是不会回去的 肯定控制不到了 检测的话 他就不进族有用嘛 我感觉没那么容易 那是不是说 嗯 全香港人都可能 99%都有了 可能就 就回去吧 哈哈哈 他整个练 今天一个 0月30个 后面要60个的时候 那 那过一段时间 他不是又来了吗 什么想法 或者诉求呢 就比如说对港府啊 诉求 对 港府是没用的 哪里有的 你们诉求嘛 我 我感觉是出学不了的 那肯定有 那肯定是希望这个疫情 快点过去 大家都正常生活 这会是 诉求不来的 是不是 嗯